海浪 你知道海浪是怎么形成的吗? 更所谓如风不起浪 海面上的波浪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风吹拂而起 小的有风浪 涌浪 大的有海啸 甚至潮汐也是波浪的一种 波浪最高处为波峰 最低处为波谷 波峰至波谷间的距离叫做波高 双峰之间的距离叫做波长 风最初在海面吹起微小的波纹 然后慢慢累积能量 而成一般常见的波浪 大大小小照顾规则 这些波浪离开受风之后 慢慢形成更规则 波长较长的波浪 成为涌浪 当涌浪一波一波靠近岸边时 波浪的波峰A点水深大于波谷B点 波峰前行的速度比波谷快 波峰就会往前挺斜 挺斜到某一程度 波浪就破碎了 这就是碎波的形成 波浪 他们被先 Franken 波浪